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海洋公園陷入了經營危機 甚至有人形容它是倒閉的邊緣 而特區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打算向海洋公園 提供一筆總值106億4千萬的撥款 一次過資助它擴建和翻新的計劃 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接受星島日報的專訪時 強調這筆撥款對海洋公園的翻新是非常重要 我真的非常懷疑 到底海洋公園在目前的管理層管治下 有沒有能力進行翻新呢? 真的 而邱局長相信 當駐入資金和完成擴建後 海洋公園可以重返每年超過700萬的入場人次 他說 幫助海洋公園就沒有Plan B 政府會一直努力作出遊說 力爭在本年度 在立法會的財委會進行審批的工作 他說海洋公園是香港人的主題樂園 充滿了幾代市民的回憶 相信沒有人會願意見到海洋公園倒閉 我就想告訴這個邱局長 你真是完全脫離了香港的民情民意 什麼叫做沒有人願意見到他倒閉 喂 麻煩你賺不到錢就好去倒閉吧 連連虧幾億 都不知道多少市民反對批錢給海洋公園 還說不想見到他倒閉 這叫斷捨離 長貧難顧 連連虧幾億的事業 你還要批錢給他有沒有搞錯 然後又沒有人問責 大家看看自從2014年 這個姓志民 被人隔扯了 不能當董事局主席以後 他本來那年還賺4500萬 在1516年 已經是倒蝕2億4千萬 1617年 2億3千萬 1718年度 2億3千萬 1819年度 即是去年 蝕5億5千7百萬 這是什麼公共事業 倒閉就倒閉 當年麗苑在90年代 經營不善 沒有人去都是倒閉 有什麼問題 你就把海洋公園變成只是養動物 冰頭花園 一年洗一百億 養動物請幾個獸醫 漁農署的獸醫 兼管海洋公園的動物 就可以了 什麼熊貓 貓 或者海豚 你不只是養動物 廢柴管理層 什麼董事局 什麼行政總裁 那些高級行政人員 全部解僱了 根本上沒有辦法幫到海洋公園賺錢 當初有一個有能力的人被你隔扯了 請一群完全沒有能力幫到海洋公園的人回來 到底你是一個什麼政策 是不是用人為財 還是用人為親 好了 邱騰華嘗試為海洋公園的虧錢 解釋原因 他說海洋公園是一個 非謀利的法定機構 創立幾年 都已經不少設備開始老化 而且競爭力又下降 加上近年還要面對其他地區的競爭 遊客比例轉移 對於海洋公園的經營 有一定的挑戰 園區幾年前已經有嚴謹的成本控制 目前這個財政狀況下 已經不可能再去負擔借貸的壓力 根本上 不是說整個事情的全貌出來 甚至乎是被人感覺正在撒謊 為何當年 鄭志文主政的年代 由他擔任董事局主席的年代 就可以由 02-03年度的虧損 變成03-04年的賺錢 而且連續賺足11年 難道他賺錢的那一年 海洋公園的設備 就不老化了嗎 當中當然是有很多更新設施的程序 只不過就不是在他一上任的第一年就可以轉虧為形 他當然有他個人的本事 雖然他是個藍絲 但是為何你要將他隔離 而且 鄭志文是在05年的時候才決定 蓄資 55億5000萬 去興建新的樂園設施 換句話來說 在他蓄資興建新設施以前 在用舊有原有的設備的時候 他已經是有能力賺錢 為甚麼 你有沒有向別人請教過呢 請問是請這班人回來做甚麼 好了 而且鄭志文的年代是怎樣 由02-03年 跌到只有330萬人的入場 每一年都在攀升 直到他走的那一年 即是1314年 就是750萬人入場 接著就每年下跌 由孔領城做董事局主席以後 無論是收益 或是入場人次都在下跌 而且在孔領城做董事局主席以後 第二年就已經開始虧兩億多了 到底這班人在做甚麼呢 你現在說要批錢 批106億4千萬給這個海洋公園 然後管理層繼續用回這班人 即是說你是用回一種舊思維來管理海洋公園 人都可以不換 而且沒有人問責 即是一個公共事業 你還可以有信心他可以轉規為形 即是多賺錢給他 他就可以 賺多點錢 你有沒有搞錯 沒有信心 市民對於這些管理層 是不是 還有一樣的就是 你給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號出來 邱騰華局長 他又說到一件事是甚麼呢 他說 政府看盤數 並非視乎 有沒有開支平衡 而是之後可以帶來的經濟收益 你給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 海洋公園的管理層 是甚麼呢 原來政府批錢給你 你就不是看盤數 會不會收支平衡 即不是止蝕 你還可以繼續揮霍 你看見你的撥款都已經知道是揮霍了 又叫他起身設施 又叫他這樣那樣 實行那個所謂緊急動用的資金得了幾億元 請問夠蝕多少年 你想想當年盛志民做的時候 海洋公園不但每年賺錢 而且是每年入場人數都增加 更加知的是 他是有每年都加薪和派花紅 你看看你今年當然要動身 甚至乎是放母身假 或者叫員工提早退休 吃無情雞 為甚麼 因為管理不善 這麼簡單 而且盛志民是落手落腳 肯去降書磚降季 他完全不擺架子 跟你那些遊客打成一片 你要搞萬聖節 他一手引入萬聖節的活動 他自己落場裝鬼裝話 這樣才能夠吸引到多些年輕人入場 結果他做得到 在他主政的年代 很多本地人都願意入場 尤其是玩萬聖節那一期 絕對更加多人 又搞這個聖誕節的主題活動 他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活動 搞手 在這一方面 他絕對做得非常出色 問題是換了孔令城以後 他採你有味 他本身正在做銀行的資深副總裁 又是全國政協委員 難道你叫他出來裝鬼裝罵 尤其是華人就更加不會這樣降格 不會跟你降 擺放格調 怎會跟你裝小丑 走去哈魯衛 所以你是哪裏搞得定 是不是 這些可以說上一句說話 叫做力不到不為財 聖志民做到 孔令城做不到 為什麼不換人 或者找花聖志民回到他70 我相信他還有魄力 麻煩你三顧草勞找他回來 撥什麼106億 除此之外 邱局長又在拋浪頭 拋市民的浪頭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如果這個撥款不通過的話 海洋公園或者會在短期之內因為財困而倒閉 即是倒閉 他就不評論或者預測倒閉的後果 他只是說 園區就受到市民和外國遊客的歡迎 過去有四成入場人士都是本地的市民 亦都因為有旅客消費支持 幫助了園區多年來提供本地的優惠 令到門票不用太昂貴 現在你就想起本地客 知道本地客的珍貴之處 這個其實就是跟 整個香港的旅遊業的死證一模一樣 就是過度依賴單一客員 是不是 以往只是想著大陸客自由行 屯客 有那條水路來到的時候 完全忘記了本地的遊客 你知道當時本地的遊客 是多麼討厭 迪士尼諾園和海洋公園 為什麼 一進到園區 排隊排到你懵 而且 普通話 滿天飛之餘也不要緊 還有那些大陸遊客 有些完全不守規矩 又打尖 隨地吐痰 亂拋垃圾 還有那些是隨地便利的 喂 這些完全是香港本地人 非常難以接受和忍受的 哦 現在沒有那些人了 不理了 那些大陸屯客 零屯 然後自由行就放緩了 你就想起本地人了 是不是 你真笨 說了什麼廢話 又說要靠外地遊客支持 才可以提供本地優惠 你就不要提供了 你就不要搞了 叫你變成另一個海上兵頭花園 不要搞了 那些遊樂設施就拆掉了 那些管理層就拆掉了 省了很多錢 又不用維修 又不用保養 又不用營運 只是看海豚 看熊貓 有什麼問題 改造動物園 是不是 如果你搞不定 年年虧錢 公共事業 你都愚蠢 冰頭花園又不用入場票 那裏花多少錢 請問 最多幾百晚一年 是不是 買些水果 請幾天獸醫 是不是 養了一堆動物 還好 環境清優 是不是 改變的營運模式 如果你沒有能力 在營利 實請海洋公園 前陣子已經問政府 借過錢 然後又問私人銀行 借貸 借了這麼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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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能力 營利 麻煩你 就接了它 這些怪獸公司 是不是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